當初做這朵紅花是因為想說 蒸花畢竟會凋零嘛 然後想說用泡棉紙一朵一朵的摺好 做成紅花送給媽媽 代表我永遠不凋零的愛 然後也謝謝媽媽養我育我 然後這麼多年辛苦她了 然後心中的感恩 然後想也講不完 真的是謝謝你